荷兰皇家航空明年飞台湾即将满40周年 但近期却传出荷兰国会为了环保考量 有意让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减少起降航班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荷航定出两成的减班要求 按照台河双方的航约中 每家公司也都要对应减班两成 等于说华航跟长荣有可能被迫减班 荷兰皇家航空作为目前唯一有直飞台湾航线的欧级航空 近期传出因应荷兰国会考量降噪减碳 有意要减少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的起降航班 甚至有消息传出荷航可能要关闭30个航点 其中就包含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台河双方签署的航约当中 何方必须公平对待各国航空公司 等于说要是荷航定出两成的减班要求 每家公司也都要对应减班两成 而各界关系目前国际航空内 有非阿姆斯特丹的华航跟长荣 有可能因此被迫减班吗 史基普机场它一直都是整个欧洲运输量 最大的机场 作为台湾旅客影响最大的部分 就是这个航线如果万一中断的情况之下 旅客未来要转机到卢森堡 比利时或是到欧洲境内的国家的话 它会变得比较不方便 就怕环保因素冲击旅客出游行程 一旦减班确定未来台湾旅客要飞荷兰 还有什么航班选择 旅游达人建议可以搭乘阿联酋航空 从台北到杜拜转机飞往阿姆斯特丹 或是搭乘华航从台北到法兰克福转机 另外也有长荣 从台北飞到巴黎机场转机的选择 限制航班 但是它其实没有限制旅客 KLM集团现在目前对应的措施 除了转移到其他的机场 或是邻近的机场之外 它也有可能放大机型 叶峰拼光光的同时 如今传出为了环保航空公司 被迫要求减班 在航空舰里算是相当罕见 这里是陈建国台北报道 疫情趋缓 不少韩团纷纷来台湾开演唱会 但是演唱会门票几乎一开卖就立刻秒杀 还出现了不少黄牛票跟换票的乱象 像是Super Junior演唱会 原价5800元的座位票 被喊到了近10万元 还有6张票券被发现 有加价转售图利的行为 交易因此被取消 而另外点开了换票社团也发现 有不少人其实都是先买票再来换 所以也间接压缩到了真正的歌迷 抢票几率 韩国天团Super Junior下周25号就要来台开唱 粉丝得了好久终于来台 门票一开卖就完售 看看目前黄牛票价格 原价5800元的座位 被炒到一张将近10万元 让抢不到票的粉丝看了超生气 不止Super Junior 还有这一团也超热门 韩国团体Brad Pink游泳超高人气 黄牛门票更是一度被炒到百万元都有 日前更有网友曝光演唱会场地的内部图 里头的座位视野也掀起热议 有人指出就算票价5800元的座位 想要看清楚前方舞台都有点吃力 更不用说最低价2300元的视角 还有人直呼除了8800的位置 其他都是来当分母 也有粉丝买不到票 只好上网碰碰运气 实际点开换票社团 发现黄牛之外不少人都想换票 有人把Super Junior的入场资格 当成另类筹码 要交换蔡依林的门票 那有一个人说我要让票 下面底下就会有四五十个人在排 疫情逐渐解封 台韩歌手也解封开桑 但提醒粉丝可别买来路不明的票 被主办单位发现 可是会被取消资格 不要花了钱还吃大亏 记者综合报道 不少关节炎患者在秋冬会痛得更厉害 有医师建议可以透过热敷等方式 让关节保暖 或者是平常透过拉筋运动 提高关节周边的肌肉强韧度 还有国外研究指出 每天长期高强度拉伸 小腿肌肉的厚度 还有最大肌力都会有明显增加 但医师也提醒 万一姿势不正确反倒会伤到关节 进入秋冬天气变冷 不少人起床走路会觉得关节卡卡 甚至阵阵疼痛 该怎么延缓关节退化 医师就大甲几招 用一些暖暖包啊 或是热毛巾热敷啊 或是照远红外线 这些方式让膝盖变得周围 变得暖和起来 我们的肌肉会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紧 医师建议可用热敷等方式 让关节保暖 也要注意尽量别盘腿坐 或是坐太矮的椅子 避免膝关节过度弯曲磨损 除了这些保健方法 平常也可透过拉筋 来提高关节周边肌肉的强韧度 根据国外最新研究 让52名有运动习惯的受试者 分成两组 在实验组分双脚进行试验 其中一脚每天高强度拉筋一小时 另一脚则不拉筋 结果六周后有拉筋的脚 小腿肌肉厚度增加了15% 最大肌力也多了25% 虽说拉筋可能有助肌肉量提升 但医师提醒 如果姿势不对 没长到肌肉 反而会先伤到关节 肌肉拉伸 拉开 那这样子会造成肌肉的质量增加 我们是用往前弯的方式 但是这样弯的方式 对腰椎会造成伤害 就是说我们平躺着 或是坐着 坐着腰背靠着 我们可以用抱腿的方式 抱腿的方式 一样可以拉到后侧的肌肉 拉筋对身体好处多多 但姿势可得些 瞧正确 选举将至 有不少民众担心到投票所投票 会不会增加染疫的风险 那么国内医师指出 其实投票所染疫风险 并不会比到餐厅脱口罩 吃东西还要高 在网路上甚至传出 建议民众戴上一次性手套 再去投票 但医师认为 戴手套对一般人来说是不需要的 因为脱手套不利落 也会污染双手 而且戴了手套 期间如果不经意的触摸到眼口鼻 反而会增加感染风险 9月1大选即将在26号登场 现在网路上还有传言传出 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 可以戴上像这样子的一次性 外科手术手套 再出门投票 但真的有必要吗 网路上流传的讯息提到 像是盖票的笔 因为一堆人摸过不是普通的脏 建议大家要戴一次性手套 而且在投完票后 就要立刻丢掉手套 但看在医师眼里 反而风险更大 最危险的是在你脱的时候 不是很染悟到你自己 一般民众就很急 然后就可能就这样子 这样子就拉了 就你这只手指头有碰到病去 只要你碰到你自己的皮肤 那就是沾到病去 那就是一样 关键就在一般民众并没有受过 脱手套的SOP训练 中选会也发声明辟谣 更强调工作人员都会对村选工具 还有村票处定时清洁消毒 关键家洪子仁也点出 其实到投票所的忍疫风险 并不会比到餐厅脱下口罩 外食还高 关键在要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也可以随身携带酒精 在使用完村票笔后 再清洁手部就可以 也建议投票过程中 双手不要触摸自己的 眼耳口鼻等黏膜部位 中选会方面也会在投票所的出入口 设置检疫站帮民众量体温 一旦发现有发售的民众 也会使用防疫专用遮屏圈票 跟其他人做动线上的区隔 让大家安心投票 记得回周围节特别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